那一天我们用我们的NOTA 我们是学到这一面 这一整面我都已经用NOTA加完了 只是说我还来不及进入这个Graph 这个Graph是很好用的 这个Graph非常好用 它比之前那个WOTAN ACTIVE WOTAN ACTIVE MULAWAN SATU BELANGA 那个Graph还要好用 所以我们在之前先复习一点点 关于这个TENGA跟 FRECENSI ANBANG的差别 这里有一个highlight的需要大家注意 什么是峰隙根架 峰隙根架就是最基本的TENGA需要具备 当你造色SINARAM的时候 以便说他的PhotoElectron能够飞出来 所以这个就马来文呢就这样写 TENGA MINIMUM要你不如看 PhotoElectron 的不买кі 的链干 的灯度 所以每一种logam呢 有不同不同的 nilai风系格架 所以改次你们看到风系格架啊 它直接要讲到 这是Tanaga来的 是一种Tanaga 它的symbol就是W 它是一种Tanaga 所以你有时候会用 Zoe 有时候会用Electron Word 看看问题 它给你什么 以及需要用什么 我们就去用 至于另外一个呢 frequency呢 如果是最起码的frequency 需要有在那个灯光 来有本事把Electron照出来呢 这个叫做frequency anba 所以frequency minimum photon zahaya 就是Sinaran zahaya 让它需要看Cussan Photoelectric Henama跟frequency anba 然后我说这个graph很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gertronan 直接就是h 它的gertronan 我们用m来代表 直接就是 nilai bagi permalaplank 比较起那个之前 有一个gertronan 之前那个 wotan active melawan satu perlambda 你还要做一个 比较复杂的计算 对不对 才能找到 它的nilai permalaplank 但是呢 如果问题给我们的是这种graph 这个就很容易了 因为它的gertronan 就是属于permalaplank来的 这个大家要做记得 做笔记一下 OK我们再看 这个f0啊 就是本来哦 本来它是没有denaga的 本来我们把光线照在一个平板 比如说我们把光线照射在一个平板 本来呢 是没有photo electron飞出来的 本来没有photo electron飞出来 但是呢 当我们一直一直提高 慢慢的提高 我们的frequency 你用不同的光线 当然用红色光是不能啦 因为红色的光 基本上它的nano 它的frequency都很低 因为红色的 红色的光线呢 它的lambda大 但是它的frequency小 所以红色的光线通常都 照不出photo electron 但是当我们改用 其他颜色的线 光线的时候呢 改用了其他颜色的光线 慢慢的去到那个紫色的那一色 它的frequency就慢慢增加 所以从红到紫色 它的frequency不dambda 所以当我们把光线换颜色的时候呢 从红到紫色的时候呢 frequency不dambda的时候呢 dambda到一个境界 dambda到一个nilai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由 electron浮出来了 本来electron是 在你的logan当中的 本来electron是在logan里面的 但是呢 当我们的照射的光线 它的frequency到达 frequency nilai的时候呢 就开始由 electron跑出来 但是它还不能飞过 因为它还没有超越 它还没有超越它的frequency nilai 它还没有超越它的风系 它最多具备w不了 它最多具备w不了 但是如果你用来照的那个 等哪个photo呢 你用来照的那个光线 远远超过 风系格架 就有圣喔 有圣的等哪个贡献在哪里 贡献在飞行 有圣的等哪个就贡献给 photoelectron去远走高飞 所以当photoelectron远走高飞 它就是有哈拉猪 有哈拉猪 凡是有哈拉猪 就有等哪个贡献 所以呢 当你继续从 比如说这边是蓝光 比如说蓝光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你再调去紫光 它就更加飞得更加快 OK 你看 多少的光 青色的光就出来了 青色的光就出来了 假设来 假设 所以假设我们 我们说 假设我们说 这边是青色的光 青光的那个frequency 它就刚刚好出来 然后如果 红成黄绿蓝变子 然后你再用一个蓝 蓝光 它就更加快了 飞得更加有等哪个 然后你再用紫光 它飞得更加有等哪个 OK 如果你在用其他的 比如说 比如说 Ultra Wallet 因为这些是 在 在 如果再继续下去 比如说 用紫外线 啊 它更加强 它的 WASA 它的 Tenaga Tenaga 刚刚刚开门出来 还没有飞行 还没有起飞 再来呢 就是 不同的logam 需要 具备 需要得到不同的frequency 这样 才能够让 允许 它的 Photone Photone 出来 所以 比如说 这个logam A Logam B Logam C 有三种logam 这里 考考大家 假设我 我给的那个 Tenaga Photone 就是我照的那个光线 手电筒 讲话 我照的光线 它 Detap 看 比如说 Detap 我的问题是 当我照的光线是 Detap 而且它是 有本事 而且它的还是 啊 它的 它是HF吗 它是来自HF Tenaga Photone 来自HF 而且啊 我的这个Detap Ten 它的这个F 是 超过 超过 比如说 在这边 它的F 是在这边 我们给一个你来 比如说 这个是2 这个是4 这个是6 这个是10 假设 我讲假设 我的F Buggy 怎样 有翻诈 是 10 假设 假设 请问 Logam A Logam B Logam C 谁的 Photone Electron 出来 Tenaga Gemetic 最大 ABC 给你们选 给你们选 我们临场考验 我的意思是说 我有一块 Logam 我有三块 Logam Logam A Logam B Logam C 我有三块 Logam 然后我用 同一把灯 同一把灯 照在这三块 Logam 这把灯 它的frequency 是这样多 已经远远超过了 它们三个 的frequency 安排 我的问题是 ABC 的Logam 谁出来的 Photone Electron 飞得最快 或者是谁的 Tenaga Cinetic 最强 所以哈 既然 这一把 手电筒 假设这是 一把 手电筒 它具备的 frequency 是 frequency 长下 是已经 降远了 远远超过 这三个 Logam 的frequency 安排 我们要知道 谁的 Tenaga Cinetic 最高 我们就画上去 画上去 A的 Tenaga Ginetic 在这边 B的 Tenaga Ginetic 在这边 这是 KB 这是 KA 然后 C的 Tenaga Ginetic 在这边 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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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当然 A的 最大的 Tenaga 可以吗 因为 他们得到的光线 的 frequency 是一样的 然后 我们拉上去 再打横走 我们就看到 谁的 Tenaga 最高 可以吗 可以明白吗 刚才 答错的 可以理解到没有 还有就是 你们的书本 你们书本 习惯把Tenaga Ginetic 写成K 而我的 NOTAL里面呢 我是把它写成 我写什么 我好像没有写 我写成 EK OK 我习惯写成 EK 我习惯写成 EK Energy Genetic Genetic Energy 然后你们的书本 是直接写一个 K K 或者是K Max 我要写EK Max 也是可以啦 OK 所以你们要知道 在使用这个NOTAL的时候 你们要区别一下 课本的是用K 我的是用E OK 好 这个Graph 也很好的翻译 给大家 这个需要大家 有这个领悟 这个跟你的课本的图一样的 只是我再加一个 Persama案 你看 这个是超字 Copy 自你们的课本的图片 只是说 然后我加一个 Persama案 Galice 那这个是书本 书本是用 K Maximum 然后我是用EK 因为Energy 是代表 Tenaga 这样子比较 Omum 然后我们的General Formula 我们的General Formula 是这样的 OK 我们的General Formula 这个是这样的 Tenaga Photon 等于 Fungie Kejia 再加以 Selebi 如果你的 Tenaga Photon 有超过很多很多的 Tenaga 超过Fungie Kejia 你的Selebi 就是贡献在你的 Tenaga Kinetic Fungie Kejia Bagi Photon OK Slebi 呢 Di Kongsen Di Kongsen Di Sumbang Tenaga Kinetic Photon Elektron 然后为什么 我会有这样子的Graph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它是用 Tenaga Kinetic Melawan Frequency Tenaga Kinetic Melawan Frequency 所以我可以 把这一句话 调整一下 Tenaga Kinetic 在这边 所以它是Bugsy来的 这个是Bugsy 然后Melawan Frequency Melawan Frequency 哦 原来这个就是F来的 这个就是Bugsy 不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Bugsy 所以这个H是什么呢 H当然是M咯 因为在数学哈 你们不是很习惯 那个Y等于MX加C吗 你看 这个Photon X 来自这个F Photon X 用XF来更替 Photon Y 用你们的书本是K 等到Kinetic来更替 然后等于M 然后这个M啊 Caturnal 就是直接代表H 加这个Photon X C是什么 C是Photon X Pho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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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所以它其实就是 WOG来的 啊 其实就是啊 WOG来的 OK 其实就是 这个是分析更加的 为什么我 我把这边加的会变成简呢 因为他的饼打算在下面下面看如果你把拉下去啊他是你来那个 他是你来那个所以我我的饼打算是在简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18单可以对比一下 本来呢他的formula是这样本来他的formula是hf 等于w加ekmax 我的啦我的方式写的啦 然后我把它换成这种 把它换成这种 把它y独立起来就是发尽y独立起来发尽y就是这个 所以ekmax是发尽y 还有就是 啊 把这个w丢过去 w啊加呢丢过去变成减 减w 然后hf保持 这个hf是保持 所以这个f啊是发尽 发尽x 这个f是发尽x 这个是发尽y 所以我们再次证明 格子鲁呢 就是 你来本马拉普拉 拼打算y 拉下来拼打算y就是你来本地缝系格子 你来本地缝系格子 啊 所以这边有写吗 拼打算x呢是分析 啊frequency 因为他这个part cf frequency 所以这个是 这个东西是frequency 然后 拼打算y是分析格子 我们只是拿positive value 只是拿positive value 然后ganti在这边 记得 因为我们的Ternaga 它是scala quantity 它不是vental quantity 为什么我要拿positive value 我这里 再解释一下 这边再解释一下 如果看不同不同的 这个是其中一本参考 参考书里面copy出来的 现在有三种logam 一种是nathrium 一种是金 一种是platinum 白金 然后这三种logam呢 都有不同的frequency 才能够照射出photoelectron 不同的frequency 才能够照射出 不同的frequency 才能照射出 photoelectron 然后呢 如果把这个graph拉下来 拉下来 你可以看到他 写变变在这边 negative negative 但是我们 不要拿negative value 我们只是拿positive value 因为Ternaga 它不是 quantity vector Ternaga反而是 quantity 只取 positive value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参考 这本参考书 它是写 Ternaga kinetic 这样子写 这样子写 所以 logam yang berbeza mempunyai frequency yang berbeza disebabkan W F0 maka juga bermakna logam berbeza mempunyai 空气 yang berbeza 我解释到这边还可以跟得到吗 大家 所以你们要 区分明白吗 不要误会跟另外一种graph 另外一种graph 另外一种graph 是怎样的 另外一种graph 它是在第几面 科本第几面 在这边 所以你看 Warton active 就比较难用 这个graph Warton active Malawan Satu berlambda 这个比较难用 因为 因为你的 等于这个 所以你要 找出 Nilabagi Vamala Blank 你还要拿 Gerzerunan 乘以 Zas Bagi Electron 再除以 Speed of Light 你才能够得到你的H 因为 它的把 C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这个graph 是非常好用的 你直接算它的 Gerzerunan 它就直接等于是 Nilabagi Vamala Blank 有没有 这个 Gerzerunan graph 等于Nilabagi Vamala Blank 这个大家要记得 所以大家要 敏感 对这个两个graph 的区别 你们看到不一样的box 你们不要用一样的方式 你们翻来 你们不要以为说 看到这个graph 你也用Gerzerunan 等于H 看到这个graph 你也用Gerzerunan 等于H 这样就错了 OK 这种graph 它的Gerzerunan是H 但是这种graph 它的Gerzerunan 还要加一些 工作 在后面 才能找到H 好 你要记得 然后我们来看一些 穿透 穿透这边 峰隙根价 Kuprum Libery 是Bagai 7.53 Exponence 减 19 Zo OK 所以这个 大家不要签起来 这个是W 嘛 Gerzerunan Zahaya TotoElectronan 所得到的就是 剩余的 剩余的 Tenaga 你还记得吗 刚才那个formula 就是我有一道光 我有一道光 照射在一个logan 它将会 超越 Funsi Kejia Bagai Logan 如果有剩余的Tenaga 如果这道光呢 它的Tenaga 是远远超过 Funsi Kejia 那么剩下的Tenaga 供陷在哪里 剩下的Tenaga 就供陷在Tenaga Kinetic Maximum 所以它 它最多 可以飞那么快 它最多能飞那么快 它不能 超越 它不能超越一个数目值 比如说这个是3 比如说这个是3 那么如果这个是 1 那么 Maximum 你可以有的Tenaga Kinetic 当然是2 不可能2.1的 不可能2.1的 不可能2.1 因为2.1加1就不能得到3了 它 它这个不可以超过 源头 这个Tenaga Maximum 再加Funsi Kejia Logan 不能够超过源头 圆 那个Somber咋一样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是得到的嘛 每一个Logam 每一个Logam的 峰隙 Kejia是得到的 但是 Photoelectron被射出来的时候呢 有时候它 很多力嘛 很多力 然后有一些就飞得快 有一些是飞得慢 但是你飞得几块多好 都不会超过 2号 不会超过2 2.1 2.2 2.3 都不可能 明白吗 所以这个叫做Maximum 它不会有minimum的 它不会有minimum的 你不需要在意它的minimum 你不需要在意它的minimum OK 就好像马路上啊 在马路上高速公路 有没有高速公路写minimum speed的 有没有 你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写minimum speed 啊 100 100km per hour 这个比较少啊 因为 高速公路通常都是写Maximum speed OK 所以这个 Libery Permuda Plank 是这样子 所以它要找 要我们找什么 要我们找 Brapa Ternaga 我们找这个 EK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formula 用这个formula 所以这个但是 你直接跟DHF 这个HF 所以我们要找EK 我先不要翻遍遍也是可以的 我不鼓励大家 背这样子啊 这样子背不需要 不需要这样子背 你只是要背一个总的就可以了 就是总的就是这个 背一个总的 背一个总的就可以了 然后你不需要 背这个换来换去 因为你可以用的嘛 所以 E Ternaga Zahaya 就是HF 这样会等于 峰隙格价 就是 峰隙格价 它给变变了 峰隙格价在这边 OK 所以等于 7.53 乘10 Grasa 19 减19 再 加以 EK Maximum 然后这个你就 Ganti Ganti 这个 Permuda Plank Ganti 这个frequency Bagi Zahaya 你看 你就会 有一个数字 有一个数字了 你再减掉这个 你就是你的 可能 Ganti 就做到了 可以吗 还有就是哦 等下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 如果啊 如果他这边用舟 你这边后面的两个也是要用舟了 如果他用Electron Word 你后面的也是要用Electron Word了 OK 他要EB的 一致性 他要一致性的 才可以 解决问题 OK 我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同学有在chatbox里面问一个问题啊 他的问题是 W如果拿neely positive 然后因为 hf-w w的neely 不是也会变成 negative吗 我知道你的情况 就是说我要 为什么我为什么我建议啊 为什么我建议 拿 positive的neely 因为如果你拿negative的neely 等下你Ganti 就在这边 就变成 错误了 他会变成 EK max 等于 hf- 再减 某一个number 比如说6.4 这样子就错了 明白吗 这样子就错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拿neely positive 因为我要把那个negative 留给这边 OK 因为Satara y等于mx加c Satara y等于mx加c 我们也知道说这个c 是negative 所以真正来讲这种线条 真正来讲他的 Persama按是y等于mx 减c 真正来讲他的 Persama按 是y等于mx 减c m是positive 因为他是 格子伦南positive 减c 减c 是因为我知道他的 比达上 Y是在这边 所以 所以这边可能会减6.4 减6.4 等等 但是我们在用在 Persama 那时候 我们 我们要保留这个negative 在这边 如果你这个啊 你又跟 d negative 那么你的 方程式肯定是错的 OK 你这个 W啊 你又在取这个 减4.3根 进去 减在乘减 减在乘减就变加 所以 这个就错了 不符合 这个formula了 因为 ek maximum 不可能是 很大的 不可能是 加法 他是减法 所以我要回答那个问题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 第7点是 Persama 看看 这个是要找 W W 等于什么 Zika zahaya hijau 跟panjang kolombang 510nm 这个是lambda hijau 等于 510nm 你应该要记得你的nano 不要吃掉你的nano Vacina 在 atas 他需要看 photoelectron 能够有 Tenaga Kinetic Maximum 0.14 ElectronWord 这个就要小心了 这个是用 WOTAN的 你看 ElectronWord的 这个是 EK Max 所以我们的公式 照样排列出来 HF 等于 W 加 EK Max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请你们不要换成这个 请你们先不要换成这个 除非他的问题问你 那个photoelectron杯多快 那个photoelectron杯多快 你才会用到这个 拉住的你来 对不对 拉住的quantity 所以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不要把它拆开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要拆开它 OK 然后 然后 Tenaga Kinetic Maximum 已经有给了 这个是0.14 ElectronWord 但是 他给的是Lambda 所以这个要改成 Hc Lambda 所以 Hc Lambda 等于 W加这个 但是 你看啊 我们用 Hc Lambda的 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做到的unit是Jow来的 正常我们做到的unit是Jow 然后这边的unit是ElectronWord 所以他 两个是 不合的 两个是不合的 你就不能拿来做加或者是减 除非 你先算出这边 算出Hc Lambda 再把它换去ElectronWord 再把它换去ElectronWord 你就能够拿来减 可以能够拿来减 又或者你把这个ElectronWord 换成Jow Jow跟Jow就可以拿来做东西 那个 等下这两道问题我等下 换来 等下我回答 我先解决这一道问题先来 所以同样的你看 呃 其实这个不要不要这样子写 比较安全 我怕你们这样子写 我怕你们这样子写 你们拆开来 拆开来使用就不好了 你直接写一个EK Maximum 或者是你可以写向你们的课本的 kinetic Maximum 所以kinetic Maximum 将会等于 0.4ElectronWord 它的做法呢 是先把那个 0.14ElectronWord 先把它换成Jow先 所以现在换成Jow了呢 你才来 进行你的 加或者是减 就可以 然后呢 这个HC 这个是 这个Hc 这个是Denaga Photon的 我再插掉这边先 这边是Denaga Photon 这个Hc 是Denaga Photon 所以这样子的 计算法 我们所得到的 它肯定是Denaga Unit Jow 所以这个时候 Jow跟Jow就可以做东西 然后你看啊 所以我们的 Denaga Photon 等于 空隙格加加 Denaga Kinetic 或者是我用你们的 用你们的方式 你们的课本的方式 适应一下你们 OK 这个 Denaga Photon 就是这个数据 Denaga Kinetic 它已经换成Jow了 所以这个也是Jow 所以你等下 把这个丢过去 给它减 所以Jow一减Jow二 就等于你的 风隙格加 就可以找到Denaga Unit Jow 另外一种方式呢 另外一种方式是 有时候我们要看问题 它有没有特别要求 问题有没有特别要求 我们把答案写在Electron Word 或者是写在Jow 如果有特别要求你才去 弄它 OK 比如说 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问题 偏偏它要你把 答案呈现在Electron Word 那么没有办法咯 你这个东西就要换Electron Word全部 OK 那么你要换Electron Word的话 比如说这个问题它要求我们 Final Answer 写成Electron Word 那么这个东西就不用换 这个0.14 就不需要换它 不需要换它 OK 我们要换的反而是这个 3.9Exponent-19做到了过后呢 把它换去Electron Word 然后才来处理 那么我们的Final Answer 就是Electron Word 所以这一题的 解说是这样 接下来我回答问题先 回答问题 所以我们有同学问 所以减6.4要变成加6.4然后改进去W 对的 如果啦如果出问题啦 如果出问题 他 他 他给你这样子 你再使用进去 你再使用进去这个Formula的时候呢 一定要 总之啊这个W他是要Positive 他才能够被减 明白吗 不然呢你直接跟第一个 negative number进来在这边 他就会减成减变成加 这个就错了 所以这个 问题是这样 还有就是 就是我们要Gunty我们也不能直接用Electron Word Gunty 好像这个Graph他是用Electron Word 因为在这个Positive number里面你要 你要看看他的问题是要周还是要用Electron Word 就要小心一点 这个是同学们的第1个问题 再来我们看第2道问题 第2道问题大家可以看chatbox Denaga Maximum的算法 跟Denaga Photon有什么不一样 Denaga Maximum是指Denaga Kinetic 当你看到Denaga Maximum 他通常都是指Denaga Kinetic 只有Denaga Kinetic会 有起到Maximum Denaga Photon是不会起到Maximum的 明白吗 Denaga Photon就是你的Sumber Zahaya Sumber Zahaya 他不会起到Maximum的 所以他要怎样照都可以 他要什么光线 他用青色的光线 黄色的光线 蓝色的光线 紫色的光线 他要怎样照都可以 所以他不会写一个Maximum 在这边 但是呢 Photon Electron背出来 他就 需要注明一个 Denaga Kinetic Maximum 这样子有回答到问题吗 有回答到刚才的问题吗 所以在这个整个formula 在这个整个formula 只有这个部分 只有这个部分会 提到Maximum OK 只有这个部分会提到Maximum 前面的是你你喜欢怎样照就怎样照吧 反正就是你的Sumber Zahaya 然后这个呢 这个分析根件是特大的 这个分析根件是特大的 每一个logan不同 这样子有回答到问题吗 可以开始我们来做这个Graph的情况 Graph的包括我们能够看 Tenaga Kinetic Maximum 你看只有 只有Tenaga Kinetic 会提到一个Maximum的 Terms OK Tenaga Kinetic Maximum Photon 然后你能够看什么 Fungsy Graph的那个 Tenaga Kinetic Maximum 反正就是这个Graph 他叫你 他叫我们Tendu Fungsy Gejia Pungsy Gejia Fungsy Gejia 还记得吗 Fungsy Gejia就是W 他的 他的分身 他的分身就是H 乘以F0 那Permala Planck乘以Frequency Ambang Frequency Ambang在这里已经有了 就是 Frequency Ambang是5 Electron World 哎呀 等下等下 这个Graph特别一点 这个Graph 特别一点 哦 原来他有一个陷阱在那边 没有看还不知道 你们看到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Graph 跟这些 跟这些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一个两个 跟这个Graph有什么不一样 请告诉我 啊就是他的boxyx啊 他做了一个手脚 他的boxyx直接放 直接放这个 这个已经不再是向上面的 上面的是frequency了 上面啊纯粹是frequency 你看到吗 纯粹是frequency 这里也是纯粹是frequency 你们的课本的也是一样 纯粹是frequency 但是呢 这个他已经给变变的naga了 这个也是denaga来的 这个也是denaga 你呃可能 可能我们这一句话 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提 他分享跟大家 post chip 有一个同学他分享说 boxyx就是w 这个也不完全正确 你的传你的表达方式 也不完全正确 boxyx就是w吗 所以可以告诉我boxyx是什么身份 所以可以打字告诉我 或者开麦告诉我 真正在这个图boxyx啊 这个boxyx应该叫做denaga photon 如果你要讲这个是w啊 你应该讲pintasan pintasanpaskyx是w pintasanpaskyx是w pintasanpaskyx是缝隙 只有bintasanpaskyx是缝隙 只有bintasanpaskyx是缝隙 其实是w 这个boxyy是tenaga kinetik bagi photoelectron yang keluar 这个是tenaga kinetik bagi photoelectron yang keluar 这个是tenaga photon bagi zahaya bermanja 就是你的sumber 你的光的源头 照射的光的源头 sumber zahaya 你提高你的tenaga sumber zahaya 怎样提高你的tenaga sumber zahaya 就是提高你的frequency 因为tenaga也是来自hf嘛 改变你的灯 从红灯变成青灯 青灯变成蓝灯 蓝灯变成 蓝灯变成紫灯 所以提高你的frequency bagi zahaya 那么你就会 慢慢按下过来这边 慢慢按下过来这边 所以到了一个 这个时候的时候 到你的 你的照射的bermanja 到你的bermanja的光线 它的tenaga跟 你的 峰系格价一样的时候 开始呢 就 有 electron跑出来 然后具备着 tenaga kinetic 具备着 tenaga kinetic 然后你再继续 换你的灯 继续换你的灯 用更高的frequency的话 当然它的tenaga kinetic bagi electron photoelectron就更高 所以记得吗 还有就是一个关键 就是frequency才会影响 tenaga kinetic bagi photoelectron frequency才会 影响 那个影响 那个 photoelectron的 photo electron的 拉住 或者是 tenaga kinetic 个armattan 个armattan 是不会影响的 明白吗 个armattan 是 不会影响 tenaga kinetic bagi photoelectron 个armattan 是 决定数量不了 决定 几粒 photoelectron 出来 记得 记得 garmattan 是几粒出来 或者是马来文是讲 kada kada bilangan kada 或者是bilangan photoelectron 格洛 garmattan 也影响你的 arose electrate 但是呢 garmattan 不会影响 拉住 garmattan 也不会影响 tenaga kinetic 这个要记得 OK 我们有同学 post 新问题 在checkbox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 pintasan 是w呢 这个问题 要讲回答 为什么 pintasan 是w呢 因为 这整条 w 这整条 paxi 就是 tenaga 来的 整条 paxi 就是 tenaga foton 就是你照射的那道光 照到有一个时候 有electron开始出来的时候 由electron开始出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叫做 fungsy kejia 这个就是fungsy kejia bagi logam 一度 因为它是等于 h 乘 f0 对吗 f0 是frequency anbag 这个整条 就是h f 当你的f 当你的f 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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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到 gam gam 跟他的fungsy anbag 一样 这个就叫做 fungsy kejia 这一条 这个niline 所以 5啊 这个5啊 5 electron woot 就是他的 fungsy kejia ok 所以 tun2 跟fungsy kejia bomogam logam 2 就是5 5.0 electron woot 如果问题没有要求 我们换成之后 我们就不要多多手脚去做 ok 接下来tun2 跟frequency anbag 这个时候 我们要决定frequency anbag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 啊 fungsy kejia fungsy kejia 是来自hf0 是等于5 electron woot 这一题啊 就要小心了 tun2 跟frequency anbag 当我们要tun2 frequency anbag 的时候呢 我们 不能 直接 这样子做 不能直接讲 6.63 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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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 等于5 你这样子做 是错的 因为 因为 这个东西 这一side 这一side 所得到的是 zo来的 然后 这个是electron woot 所以你一定要 把它换 把它换成 electron woot 不是 把这个 分析 kejia 先换成 zo的模式 比较容易做 因为 你这个是 electron woot 所以你把它 换成 zo的模式 你才能够 除以 Bermala plank 所以 你看他 这边 5.0 electron woot 把它 换成 zo 这个步骤 就是换成 zo 这个上面的 步骤 就是把它 换成 zo 再除以 Bermala plank 才能够得到 你的unit hz frequency 的unit 永远都是 hz 或者是 sar 减1 frequency 的unit 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别的选择 好的 我们已经 考虑到这边 这个就留给 你们做 这些题目 你们尝试做看 然后我们下一次 补习讨论 如果你缺少什么东西 你缺少什么东西呢 你就去第十面 哪里去 你缺少的任何东西呢 来这边 来这边参考就可以了 好吗 所以这个是 留给大家的功课 现在我们来 回到来课本 这一题 所以我有兴趣 去谈谈看 这个是 标准的graph 标准的graph 就是用 Tenaga kinetic Melawan frequency 它不会像 Kiana提 这样坑 大家 Kiana提 它有一点坑 就是要 box Y是Tenaga kinetic box X是Tenaga photon 所以 这个是 比较 老实的问题 比较老实的问题 因为它 这边是 Fotency 来的 Lagia 7.14 我们能够看 Graph perubahan Tenaga kinetic Bagi Photoelectron 喜欢它 如果它要加 一个Maximum 也是可以 它要写的 比较 完整一点 它要写一个 Tenaga kinetic Maximum 也是可以 Bagi Photoelectron 要你bebaskan Daripada Logam Lithium untuk Frequency Zahaya Light Tentukan Frequency Ambang Daripada Graph Logam Lithium 所以 这边呢 这边是 Frequency Darum Unit Hz 所以 这个时候 这个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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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办法 造出任何 Potoelectron 只有 到这个Hz 的时候 只有到 这个Nilai 的Frequency 的时候 Potoelectron 才 浮出表面 浮出 表面 刚刚出门不了 还没有飞过 还没有飞 所以这个Milai Milai 就是你的 Frequency Ambang 所以你就要看你的课本 比较放大一点 就是看不到 你们自己 放大你们的课本 自己看 可能5.6 还是多少 可能5.6 还是5.6 然后不要忘记 这个Exponence 是4 OK 5.6 Exponence 是4 所以还没有解决 因为他要的是 Nilai Fung-Sie Cerger Fung-Sie Cerger 是来自 H 乘以 Frequency Ambang 所以H 乘以 Frequency Ambang 才能够得到 Fung-Sie Cerger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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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 还有吗 还有问题吗 这个没有接下来的问题了 好 我考考大家 用这个Graph 考考大家 GIGA 可以听好我的问题 大家准备你们的书本 第214面 我加一个B的问题给你们 B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GIGA GIGA TENGA KINETIC MAXIMUM BUG PHOTO ELECTRON 1.4 BRAPAKA TENGA PHOTON YANG BIPANZA 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我的问题就是 GIGA GIGA PHOTO ELECTRON YANG GELUA DALLA DALLA DENGAN TENGA KINETIC MAXIMUM 1.4 BRAPAKA TENGA PHOTON ZAHAYA YANG MEMANZA GEPADA LOGAM YITU GAPTA 我的问题了没有 好 现在大家 同手做 我们看看 大家的 答案 是不是 一样 这个我要比较 我打 那个需要我打问题 在 CHATBOCK 可是我写在这边 你们继续做 我写问题一下 我的问题是 GIGA OK Next Bagi FOTO ELECTRON YANG ELUAR IALAH ELECTRON BRAPAKA TENGA FOTON TENGA FOTON BIGA CAHAYA YANG PANJANG BID LOGAM TENGA BID 我给伯格 跟大家加一个B 所以你们要 专业呢 你们的课本也可以 所以你们的课本 upgrade一点点 加一个外来的资料 就是B的PAD OK B的PAD upgrade一点点 OK 我们有职位 跟你一节都有 我不知道你们的 答案 对不对呢 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做的 我们等比较多的同学公布单 我们再对比看 在等之前我也 动手做一些 就是这个 这个 我用别的BAND 比如说黑色 我要做细一点 这个1.4 它1.4 拉过来 拉过来 然后 然后 这边 拉下来 哇我的1.4也是蛮准的 所以这边是9啊 9 9 exponence 其实也不会难 你自己拿 自己拿 哪个Photon 我还以为我的问题很难 原来是这样简单不了 那个Photon等于HF 然后 啊 H 就是6.63 3 乘10 乘10 瓜莎减3 14 F呢 F就是 F就是 这个 9 乘9 exponence 14 诶 所以 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6.63 exponence OK 我们的答案揭晓 我们的答案应该是 可以 家境也是做对了 宣言也是要做对了 看到吗 这个答案 不需要减吗 减等丢 很好的问题 啊我们 我们来看 chatbox里面啊 看看是不是我 我的一个疏忽 我们来看看这个 啊 为什么不用加 denergenetic 有同学问 在 chatbox里面啊 有同学问 为什么不用加 denergenetic 然后有一个同学问 不需要减吗 减掉那个W 不需要吗 我们来考察一下 也是对不弄 啊 等一下我想看一下 啊我想看一下 给我允许时间 我自己出问题 我自己出问题 出到自己空调 所以啊 真正它的formula是 e photon 等于 啊 分析更加 再 再加 加 denergenetic 真正它的formula是这样 OK 所以我刚才我讲 这个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边是1.4的 诶我们来试试看 他找的啊 他找的是这个嘛 3.7 你们试试看 用这个啊 换去 嗯 enegra photon enegra photon enegra photon 首先我们把这个先解决掉 因为它是electron word 很爱演的这个 请大家把这个1.4 换成electron word先 不要怎样换 sato sato electron word saman berapa 走 等于1.6 exponent 减19 走 所以先把它解决掉 不喜欢看到这个1.4 所以1.4 等于2.24 所以这个也同等于2.24 乘10 减19 95 OK 然后呢 呃 我们尝试加这个看 你把它加这个东西 3.71 exponent 3.71 3.71 exponent 减19 你会不会得到 其实你也是会得到这个 估计啊 估计也会得到这个 这个刚才是多少 刚才是5.96 5.96 6.7 exponent 减19 刚才我们计算呢 是得到这个 所以呃 你看 都是一样的 呃 3.71的不够得半 这个不够得半 不用紧 呃 你看呃 是不是你拿3.71加2.24 不是得到这个哦 5.95 5.95 所以你会得到 得回你的那个 得回那个5.95 5.95 乘10 减19 你看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两个办法都可以 呢 我们两个办法都可以 其中一个办法是 直接看 你的这边 直接看你这边 因为整个巴西啊 整个巴西的就是 frequency zahaya zahaya 整个巴西啊 就是frequency zahaya zahaya 所以只要它是frequency zahaya zahaya 我们就可以用来找 等那个photon bagi zahaya 1度 ok 然后如果我们在意呢 我们在意 就是这样子拉下来的 然后直接乘hf的 你就乘到一个答案 然后如果你不要这样子做 你可以把这个1.4 第二种方法啊 第二种方法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1.4 先换成 从electron word 先换成 轴 先换成轴 再借用 再借用 刚才所计算到的 东西 gerger 放在这边 你把它两个加起来 你依然是得到 一样的答案 所以你们 get到了吗 学到两个方式 看到吗 我只是改变一点点问题 我加一个b的部分 所以 两个办法咯 你们学到两个办法 一个是 如果啦 如果它是 等那个canetic melawan 你直接 如果是像我这个问题 这样子问 ok 如果像我这个问题 这样子问 你直接把它拉横 再拉下来 这个frequency 再乘以bomelaplank 它就是那一道光 那一道光的 那个photon 已经就是了 已经就是它了 ok 就是你了 确定过眼神 是对的人 ok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做呢 你可以用这个formula做 这个formula呢 是 要借用刚才找的 峰隙gerger ok 要借用刚才找的 那你看啊 其实这个 E-photon 其实也是hf 嘛 所以两个道理是一样的 明白吗 两个道理是一样 其中一个道理 我是用part cx 直接做 另外一个道理呢 我是要借用它的分析 来满足它 来满足 来接 加这个 canetic 但是 这个办法比较不安全 这个办法比较不够安全 因为万一哦 万一你刚才找算的 你刚才找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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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隙gerger 万一你在这边 你按错 啊 你赶紧进来这边 就 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你算不对了 所以比较保险的呢 是直接refer 你的graph 可以直接refer 你的graph 然后你就做到了 好吗 ok 其实齁 其实我还可以给路一个问题 你当做a跟b的问题不准在 ok我再给路一个问题 当你当做a跟b不准在 我的问题是现在又在改良了 他不会了 第三个问题了 现在当做你们没有 没有node 没有做过那个a的 也没有做过那个b的 我现在要来 大家 让大家滚过烂手 对这个graph ok ready了没有 第三个问题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 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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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kinetic maximum bagi photoelectron 两个罗 压了 压了 压了压了压了 压了多少 压了 压了一点八 给一点八 我把它换成一点八 来 考考大家 如果大家 你们的意识还清醒的话 如果你们的精神还清醒的话 你们应该很快得到答案了 很白痴的问题 因为你们已经具备那个a跟b的姿势了 如果啦 如果你当作你没有做过那个a跟b 就要做一些 南卡 大家准备好了吗 你们知道我的问题吗 就是说啊 现在 在等哪个kinetic maximumbagi photoelectron两个罗 1.8 electron word 哪个分析可救bagi logam呢 我拿你的课本的7来做开刀 好 然后 现在你就给一个eiei 什么意思 哎呀 哎 哎 你们每个人都a了 哎 怎么是一样的呢 因为是同一个logam吗 ok 好 我来说给你们看怎样做 说给你们看呢 现在是1.8吗 他1.8 等哪个kinetic 1.8 我就拉来这边 然后再拉下来这边 哦 原来他的 拿来照射的光线是10 exponent4 Hertz 拿来照射的光线 所以我们用回那个formular 用回那个formular 等哪个photon 等你 分析可救 再加 等哪个kinetic maximum 他的问题就是要我们找分析可救 就是要找这个家伙是多少 ok 然后呢 啊 这个来自哪里 这个是来自照射的光线 就是啊 我已经在这边做remark给大家了 你看这个 这个是照射的光线 看到吗 照射的光线 那个 啊 hf啊 他是属于照射的光线 照射的光线来的啊 所以呢 这个 东西可以怎样找 你就用这个刚才的方式 用 h乘以f 这样会等于 你要找的 再加于 1.8 哈 但是你的1.8不能直接用 因为 这里找出来的是jo 这里找出来的是jo 这里找出来的 这里 这里的是electron word 所以不能 不能这样子加跟减 你先要把这个换成jo 所以 跟乘以该还有那个 啊 1 electron word 等于 呃 1.6 exponent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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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等于 h 是固定的啊 6.63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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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拿这个东西 减掉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东西根脚 试试看能不能 所以我们得到3.75 exponent减19 我们得到3.75 exponent减19 不错 所以呢 确认了眼神是对的人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你学到一个技巧 你已经学到一个新的技巧 就是 万一它的问题很刁难 它是这样 像我这样子刁难 这样子给问题方式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找出来 它的东西根脚 明白吗 好 这个呢 我看第203 它要我们做 Brapaga Halaju Maximum 这个 这个你就要把那个 Tanaga Kinetic Maximum 把它拆开来写 Brapaga Halaju Maximum 它要的是V 然后呢 然后呢 Photos Electron 它是要找Halaju Maximum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写成 1.2 Mb² 因为这个成分里面才会有Halaju的成分 这个M呢 M是Gsim Electron 如果我们用这个KG KG再乘以MS-2 它得到的unit是Dalamunit Jou 所以这个是Dalamunit Jou 这个是Dalamunit Jou 但是它给的峰系格价是Electron Word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2.0Electron Word 换去Jou 就是它乘以1.6Exponent-19Jou 可以换成Jou 多少 3.2 3.2乘10-19Jou 所以这个是它的峰系格价 这个时候我才可以放在这边用 OK 才可以放在这边用 然后这个 这个是来自什么 这个Dalamunit Jou 是来自HM 但是这个问题它没有给我们F 没有给我们F 也没有关系 我继续把它拆开 我有这个HCB 哇这个 哎呀不要用这个来 这个很麻烦的 虽然它好意 虽然啦 问题 问题好意 给我们这个东西 问题好意哦 好心哦 蛮好心哦 好意给你Electron 我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子用 你做多一个步骤 就是6.63Exponent 然后等下呢 再把这个 风系格价搬去对面 给它减 给它减 你就得到你的 1.2Mv² 然后呢 你这个 这个所得到的 你还要乘一个2 因为把这个2搬过去 所以乘2 再除一个 这个G-SIMBUG ELECTRON 因为这个G-SIMBUG ELECTRON 翻过去嘛 再 搬在一个 G-SIMBUG ELECTRON 搬在一个 G-SIMBUG ELECTRON 就是你的 拉住了 拉住BUG ELECTRON 比较 特别一点 你看它的是做什么 它的是 啊 它是给便便这个HC 乘便便给我们 但是哦 你要小心 因为它是ELECTRON WORD NANOMETER 所以你还要乘一个LAMDA 然后那NANOMETER就割掉 OK NANOMETER就割掉 然后你得到的 这个是DALAM UNIT ELECTRON WORD来的 你也不能直接配一根 这个用 不能直接配一根这个用 但是你可以拿来减 分析G-SIMBUG 它的办法呢 它是 没有换分析G-SIMBUG 直接拿来减 所以2.0减 2.26减掉2.0的分析G-SIMBUG 它得到一个东西 就是0.26 反正它到最后也是要换的 你看0.26 是ELECTRON WORD来的 它也是要换成ZOLE的 它也是要换成ZOLE 然后再 乘以一个2 把这个26上去 可以给它乘 再 除以一个M 再搬在一个GOSA DWORD 就是FINAL ANSWER 所以两个 两个办法可以理解吗 可能我跳过来 暂时跳过这个ZOLECTRON 我去讲它的功用 来得及吗 15分钟 15分钟来得及讲嘛 这边呢 功用 这个 第十面呢 15分钟 试试看 如果不能我们下次继续 我来不及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了 所以我来不及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了 我们来继续进这边 真正啊 这个FOTO ELECTRON GOSAN PHOTOELECTRON 它可以用在哪里 它是用在POTO CELL POTO CELL 然后你们的课本是写在这边的 PENHASILAN ARUS PHOTO ELECTRON PENHASILAN ARUS PHOTO ELECTRON PENHASILAN ARUS PHOTO ELECTRON PENHASILAN ARUS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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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样的 跟刚才的那个图片 跟之前的你们课本啊 你们课本的这一面的图片是一样的 哪里啊 跟这个是一样的 跟这个图片啊 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比较 幼小一点 它比较 COMPACT一点 它直接可以拿来当做电器使用 直接可以拿来当做COMPONENT ELECTRIC 使用 好 所以它的功能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你照射光线给它 照射了超过这道 这道光线啊 它的FRECY超过FRECY ANBANG 就会有PHOTO ELECTRON 飞出来 PHOTO ELECTRON飞出来 就会被吸来这个ANOD 被吸来ANOD的地方 然后就能够干你的LITER 这里呢 是讲什么 COM跟 不同的 不同的CATOG 不同的CATOG CATOG是用 Logan PECA-ZARIA来做的 CATOG是用Logan PECA-ZARIA来做的 不同的CATOG 有不同的 分析根据 你看这个 CSIUM的 它 2.14就可以出来了 这个呢 2.50 才可以放ELECTRON出来 所以啊 这个比较难 造出electron 这个比较难 这个比较容易 当然啊 你这个比较容易 electron出来的话 当然它的frequency 就比较低 才5.16 这个6.03 要求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因为frequency跟 lambda是倒反的 frequency跟lambda是 倒反的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那个spectrum的地方 spectrum的地方 frequency越大 lambda越小 所以它是倒反 如果这个 这个很小 那么这个就大 这个大 这个就是小 它的关系 frequency跟lambda的关系 是倒反的 然后啊 我们可以用在哪里 这个component electric 这个component electric 可以用在哪里呢 可以用在这个 啊 路灯 路灯啊 它白天的时候 它就吸收 吸收来自阳光 来自阳光的 Tanaga Photon 来自阳光的 Tanaga Photon 它就储存 储备电能 它就把它储备起来 当晚上的时候 晚上即便是没有Tanaga Photon了 它就把它亮起来 它就把它储备的电能 用出来 它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就是 啊 世界上最大的 世界上最大的 发电厂 用Tanaga 塑料 用这个Tanaga 塑料来做 发电厂 在 在你们学校礼堂 啊 Gurun 杀的 这个不是你们 学校礼堂的名字吗 在 在Gurun 哇 这个你们要感觉到光荣 在Gurun 竟然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 啊 发电厂 诶 在你们 记得 容易记 是吧 很容易记 在Gurun 杀好到不了 诶 因为沙漠那边是 很大的空旷 没有树木 没有树木 遮挡 没有高山 所以呢 它就 很适合 来做 这个 Tanaga 苏利亚的 收集 所以这些啊 阳光 阳光照在它 反射区 你的这个 Receiver 你这边有一个啊 这边有一个接收 电能的 所以Tanaga Photon 照来它 然后反射上去 你就可以 啊 convert去 Tanaga Electric 又或者 我我所理解的 啊 我所理解的 原理是这样啊 就是 照射它 反射去 然后你就可以 convert去 Tanaga Photon convert去 Tanaga Electric 收起来 可以用 如果 可能 另外一个 猜测啊 另外一个猜测 就是 Tanaga Photon 照下来 它这边 每一个 都有 Cable 连接去 每一个 Cable 连接去 它的 中心 连接去 中心 所以它也可以 把它输送 它的电能 去集中 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用 那个 Rongkian Grid Rongkian Grid National 把你的 存到的 储备到的 电能 发送去 不同的地方 还有这个 自动门 自动门 它也是用 photo cell 来当作 一个 Sys 因为它 它有 紫外线的 它不是紫外线 它有 那个 Infrared 它有 Infrared 罩着 可能 可能 它这边 有一个 Permanza 这边 有一个 Receiver 本来 它是 Infrared 它是 顺畅的 本来 它的Infrared 给它 除一点 它是 顺畅的 OK 然后 如果 有人经过 的时候 就被切断 它的Infrared 就被切断 Infrared 被切断 的时候 它 就 发生 到 发现到 一些 阻碍 它的Lita 就被阻碍掉 所以它 就有 办法 开门 然后 没有人 那时候 没有人 那时候 它的Lita 是 Lank up 所以 它就 关门 OK 所以 这个 摄像 还有 这个 Microchip 也是有 用到 尤其 是 在相机 尤其 是 在相机 包括 你的手机 的相机 你的手机 的摄像头 相机 还有 就是 那个 高科技 的相机 都有 需要 这个 感光器 这个 感光器的电板 然后 这个在 Space 在Space 你没有 发电厂 如果你有 一个 这个 Space 你不可能 在一个 发电厂 上去的 所以 所以 要怎样 提供 Tenagat Electric 就是有 这个Panel Sulia 这个 有Panel Sulia 反正 它在外太空 所接受的 光线 是很足够的 很足够 可 阿玛丹很高 可 阿玛丹很高 所以它的 Gada 阿玛丹 阿玛丹 也是很大 所以它可以 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 有 产生变 再来我们看 还有其他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 有一个交代 这个我交代 做什么 这个是来自 你们的课本 然后我这边 有交代 做什么 使用 Laju Zahaya 等于3 Exponent 8 以及 Sutu Electron 等于1.6 1.6 Exponent 减19 以及 Permala Plank 等于6.6 Exponent 减34 学习从上表的W 去确认 所提供的第二排 以及第三排 是否正确 你们不要这样 理所当然 因为课本 课本是给便便 课本给便便 你这个 给便便你这个 理所当然 我们要学习 多工一点 我交代给大家 这里的工作 就是 你有了这个 分析和讲 你有了分析和讲 能不能你用 这个Formula 就是HF 等于 红系格价 加 Tenaga Kinetic 或者是 写你们习惯的 你们习惯的是 Kmax OK 然后我就交代这边 使用 Laju Zahaya 等于 这样多 学习 OK 使用Laju Zahaya Laju Zahaya 要用到 要用到 就是当你 当你把这个 C等于F Lambda的时候 要用到 C等于F Lambda 当然你要 找到第二个的F 先 OK 所以你看 这个已经给我们 这个已经给我们 然后 从上表去确认 这个 这个是 峰系格价来的 峰系格价的公式就是H乘F0 所以拿这个 峰系格价 换去轴 把它换去轴 峰系格价换去轴 再除以 Permala Plank 你就会得到你的 Frequency Ambang 当你得到Frequency Ambang了 再做一个工作 就是用 Speed of Light 除以你的 Frequency Ambang 看看你能不能 得到这个东西 可以明白吗 所以你们的工作 这个是你们的工作 去 当你具备了这个东西 你要确认看 这个对不对 这个对不对 他有没有骗我们 他有没有给错 他有没有看我们 OK 所以 还有什么 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在那里 这个Application 它可以用在 Panel Cell 它可以在接灯 它可以用 来Sense 给它看 包括计算车流量 比如说 你要 你要计算那道路 它的车 车量 流通 多少 你不可能叫一个人 去那边 一辆一辆算的嘛 所以你就用这个方式 比如说 你从街道 你在那边街道 有一个Infra-ray 然后每次有车过 它就砍到一次 每次有车过 它就 反碍到一次 反碍到一次 你就能够计算到 还有就是 可以感应小头 还有就是 Pengawa Lumpur Traffic Pengawa Lumpur Traffic 就是有一些路上 有一些马路上 它在 柏油路那边 它在柏油路的下面 有时候 你在马路上 你注意一下 它有 切 切线的 有时候 马路上 有切线 它就在这个马路 下面埋着 埋着 电线 所以如果有车 停在上面 它就知道 有车要过 它就可以改变 它的红绿灯 几十辆 Bambuka 这个自动门 还有就是 你的camera里面的 exposure meter 因为你拍照 有一个感光的 那个计算 不然你的 你的相机 如果太亮的话 在太亮的地方 它就曝光了 所以你要 怎样 控制你的曝光度 就是控制你的 这个东西 控制你的 这个东西来着 所以 作为一个总结呢 这些就是这一刻 所需要的 东西 OK 我这个啊 这个应该你们会有的 就是我这一面啊 这一面我是来自哪里 这一面我是 scan这个的 scan你们的 这个 地面 等一下 地面在哪里 我最后才发现 交到最后一课 我才发现 交到最后一课 我才发现 每一课的这边 看到没 都有这个 scan来 鲁木 每一课都有 还有这个standard 每一课都有 因为我参考的是 另外一份的 所以啊 理应啦 理应 它应该要提供给我们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在考试啊 理应要提供给我们 因为它都有在这边了 它都有在这边 告诉你是需要用到的 所以啊 这一面 这一面就是刚才 那个scan的 OK 我们来不及 讨论了啊 那个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objective 我改次才讨论了 但是我先讨论这个给大家 我先讨论这个给大家 还有剩下两分钟 我们来讲 快快的讲这个 所以diagram2 我们能就干 experiment 我先讨论了 我们就干 隔三 photoelectric 当大家看到这个哦 我知道你们参考 我知道你们参考 你们的书的话 它是有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 cell photo 它有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cell photo 但是我觉得 这个词比较好用 tube vacuum 比较好用 它是一个空间的 它是一个 vacuum tube 空间的 为什么 很多同学只给我 这边 很多同学只给我 它的名字 但是没有给我 它的功能 所以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功能是 很多 MOMASTI 跟TIADA GANGUAN 或者是TIADA PLANGERAN PhotoElectron 跟JARAJARA UDARA 因为如果你在公开的场合 你在公开的场合 做这个 Photo 隔三 photoelectric 它 这个PhotoElectron 飞出来 它可能会撞到 可能会撞到 molecule molecule 然后它的速度 就被减慢去了 速度减慢 就 好像比较小 所以 它就是要 妨碍 防止 防止 相传 跟molecule 瘡炮地 感觉 瘡地 瘡地 弱纜 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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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Amitter,Amitter的功用就是 Aurus Electric,Photoelectron,Gatandita Apaca,Maksud,Kesan,Photoelectrit 这个你们抄课本它只是NOTA就有了 所以这一面的你们来不及抄不用紧 等下我会删给你们 我会删给大家 Milliameter也是可以 因为它的Irus也不会大的 Milliameter也是可以 如果你这边写Milliameter 也不碍事 都可以 因为它 反正它给你的这个Photoshell 看起来也不是很强 看起来也不是很强 它照射出来的Photoshell好像也没有这样多 所以它Milliameter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是大型的 好像大概那个 Kurun Sahara的那种Panelsuria 你要很大量的电流 可能你的Milliameter 会爆表 如果是大型的啦 你的Milliameter可能会爆表 所以如果是Milliameter Milliameter 你就写这个咯 然后你写这个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等下我会发给大家 所以大家这一课算是学完了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熟练它 所以我们今天学到这边你们还有问题吗 还行吗 还学到东西吗 有学到东西吗 有问题吗 OK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见面到这边 我们拜 拜五再继续的学习 好吧 我们今天到这边 希望大家有学到东西 记得要做功课 过后我再交代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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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